大家好我是强子 这本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外部的服务器端的一些技术 那么上节课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 客户端的一些技术了 对于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技术来说呢 对于我们初学者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在于客户端的技术呢 是我们平常都可以感觉到的 当我们去访问一个网站 或者说这个打开浏览器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可以感知到这些技术的存在 而服务器端的技术 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感知的 我们访问一个网站 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后端到底 利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技术 来确保这个网站的一个稳定可靠 所以呢 那么对于这个服务器端那些技术的理解 相对来说呢 也是相对啊 对大家来说可能会显得更加抽象一点 那么这就是啊 咱们这节课的这个一个难点 那服务器端的技术啊 我们进这门课呢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 后边咱们的网络协议 咱们的前端的分析 包括我们使用开发 外部的开发技术的时候 我们呢会更深入的去把这些细节的问题呢 给大家一个练习和实战的一个机会 把这些知识点呢慢慢的给消化掉 那么对于外部服务器端的技术 咱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第一个首先需要了解的是 外部服务器的一个核心功能 跟客户端浏览器一样 那么作为一个服务器呢 它的核心功能 大致可以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叫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处理客户端的请求 或者说处理浏览器端的一个请求 那这个请求呢 当然主要是http的请求 包括扩展的htps啊 这种这个安全的http传输协议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 对客户端 发送过来的请求 进行响应 那这种响应的话呢 有 几个层面的体现 第一个 客户端发送过来的请求 咱们呢 需要去监听到 要去能够收到这个请求 那么要去对这个服务器端的端口 默认是80 要去进行监听 那接下来的话呢 咱们需要把这些请求来进行分类整理 当然这是处理客户端请求的这一部分 同样的东西 完了以后我们需要去进行响应 那么响应 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 我们需要去协调咱们的一个 动态的这个处理的页面的一个引擎 和甚至去协调数据库啊 去访问我们的硬盘 把相应的内容读到内存里边等等 把这些东西呢拼装好以后变成一个标准的 htm的这么一个原文件的页面 然后呢 再发送给客户端 那么一个请求的过程 一个呢 是响应的过程 这都是服务器很重要的东西 比方说我们要去访问一个图片 那么图片对应的其实也会有一个url地址 比方说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网页 这是一张图片 图片我们点击右键点击属性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对应的url地址就是这个 我们单纯以这个url地址去访问 其实也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张单纯的图片 OK这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个图片呢 它是一个静态的资源 它会保存在我们服务器端的硬盘上 那所以响应的时候呢 直接从硬盘里边把这张图片读取过来 发挥给客户端就可以了 那么第三个核心的功能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客户端和数据库 之间的这个中介 但中介这个词不见得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词啊 那么怎么来理解这一段话 咱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客户端服务器端的这种技术 标准的使用的是三层的架构 三层架构 三层架构呢 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客户端 还有呢 我们的服务器端 还有我们的数据库 我们所有的这个数据呢 最后都是会保存在数据库这边 那么浏览器或者说客户端啊 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去访问到数据库的 它需要通过我们的服务器作为一个中转 其实服务器中转的这个过程 本身呢也是处理请求的 和响应给客户端的这么一个过程 客户端发送一个请求 服务器来检查这个请求 看是否需要去访问到数据库 并不是所有请求都需要访问数据库 比方说我们看到的 如果只是访问一个静态资源 像图片或者一个html的文件 那它就不需要去访问数据库 它会呢经过一个判断来 最后呢看要是否要求数据库来进行处理 那同样的数据库返回的一个数据 经过服务器端的一些代码的一个处理 最后呢再呈现给客户端 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就是我们的服务器的一个 这个重要的功能 顺便了解一下咱们现在的这种三层架构 那么对于这个 目前的这种大型的一些web系统来说 可能这个架构用三层还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这个表达 所以呢 由三层架构的这种基础我们衍生出来了这个多层架构 或者说我们把它叫n层架构吧 就是四层即四层以上的 那么这个三层其实已经囊括了最核心的东西了 那第四层怎么来 第五层又怎么来呢 这里面第四层也好 第五层也好 其实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后端 也就是服务器端和数据库这端 我们的服务器端 我们可以把它再细分成两层 服务器端 第一层呢是咱们的web前端服务器 怎么理解 就是这个web服务器 它只负责处理http请求和转发请求 它不负责直接跟数据库打交道 也不负责我们具体的一个业务逻辑的处理 那第二个呢 咱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应用服务器 那么应用服务器呢 它不负责本身http的这种前端请求的处理 它呢主要负责处理我们最核心的 这个系统的业务逻辑 并且呢和数据库建立这个连接 比方说我们现在啊 比较常用到的J2E的架构 那通常呢我们更倾向于把它分成这样 呃四层 那么web前端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 把这个服务器端呢也拆分成两层 各司其职啊 共同协作来完成这样一个啊 客户端请求的处理 那么当然 那接下来呢对于这个数据库来说 对于数据库端 我们呢同样还可以继续再分 我们有些数据库啊 只处理一些简单的请求 有些数据库就处理最后端 最底层的一些这个请求 还可以继续再分 甚至呢我们再把这个服务器端 再构建在集群环境 或者说云计算平台上层次可以分的更多 但是这些层次的分啊 本质上来说他都逃不开最三层基本架构的这么一个模型 所以对于我们去学习这些技术来说也是同样的 我们只关注这个三层模型就可以了 这里边呢就会牵涉的内容比较多了 那么我呢直接打开啊 咱们这个教材啊 咱们来来一起看一看 外部服务器端的这个技术 首先来看一看 对于我们的外部服务器啊 目前比较流行的使用的是以下这五种 第一个啊最最流行的APA期 最最流行的 在这边呢顺便给大家提提醒一下啊 就是我们可能用windows操作系统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很多的这种认识和理解呢 可能是建立在windows操作系统之下的 比方说我们用windows底下那一定会用到IIS 但是IIS不是最流行的 也不是应用最广泛的 因为它仅适用于windows平台 APA期适用于任何平台 而且任何平台都愿意去支持APA期 所以呢 APA期啊是我们当之无愧的王者 那么接下来呢是TOMCAT TOMCAT呢 事实上它更多的是处理Java的一个 这个Java的服务器的容器 它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外部服务器 但是呢它也坚有处理HTTP请求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它的分工有所不一样 它不像APA期纯粹就是处理HTTP 其他的一些动态脚本的处理都交给这个脚本引擎来完成 TOMCAT呢既可以处理HTTP请求 同样它也可以处理呢 我们的一个这个动态页面 比如说GSP 那么第四个呢是Lite HTTP 第五个呢是NGX 这两个呢是属于啊 比较有个性的这个外部服务器 他们重点关注在性能上面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应用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的话呢 目前集中在J2E的应用服务器和微软的点Lite架构的应用服务器 两个方面啊 主要是这两个大的方面 那么其他的呢 相对用的来说会比较少一点 J2E的应用服务器呢 目前能够提供的厂商非常多 因为他们都共同遵守J2E的这个标准规范 那么J2E的这种应用服务器 无线的供应商呢 比如像Oracle 他提供的这个叫Weblogic的 还有IBM提供的WebSphere 还有呢 像这个Red Hat啊 小红帽公司的这个Jboss 包括呢 开源的Racer 还有呢 我们国产的Apucic啊 等等这些应用服务器啊 都有很大的一个用户之地 那么后边 如果我们会去接触到这些服务器端的 后台的应用服务器的话呢 那毫无疑问 你所接触到的应用服务器 很可能就是这些厂商之一 那第二个呢 是单纯针对微软平台下的 点耐头框架下的这个应用服务器 那么微软呢 把IIS给集成进来了 也就是说呢 IIS既可以充当Web 这个服务器的角色 同样它也是一个点耐头框架的一个应用服务器 所以这是这个两大阵营 一个呢 Windows专有另外一个呢 开放式的平台 所有的操作系统均可以使用 那么第三个层面呢 再来看看啊 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这个动态脚本的引擎 那么对于这种Web服务器来说 它们能够处理的都是HTP请求和一些静态的资源 这上面这种Web服务器 它们的核心功能都是这样 那对于一些动态的页面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那就需要这个Web服务器 再结合着脚本引擎 共同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 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去访问一个网站 会看到它的后缀不单纯只是HTML 很有可能是一个.asp的页面 或者说.php的页面 或者是.gsp的页面等等 或者是Ruby Python 后台开发出来的这样一些页面 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就需要通过这个脚本引擎来完成它 脚本引擎呢只负责处理这些动态页面本身的部分 那么Web服务器呢它只负责处理静态的这个资源就可以了 那这样两个结合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 那比方说我们要去跟数据访问数据库 我们是没有办法让HTML或者一张图片这种静态资源 去访问到数据库的 那么要去访问数据库 我们必须要使用动态的脚本 它里边呢去编写一部分啊 这个程序才可以达到访问数据库的目的 好继续往下看 那么对于服务器端的这个常用的这个软件平台来说啊 主要就包含以上三个方面的部分 那接下来呢是这个集群环境啊 这是偏硬件更多一点的一个服务器端的环境 相对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后台的服务器 很少有情况是说一台电脑可以搞定的 我们一定需要把很多台电脑集合起来 共同完成和处理一个任务 那怎么把这些所有很多电脑给集中起来 这就是集群这个技术帮我们去解决的问题 集群的话呢它可以有几种实现方式 第一个是纯粹的硬件集群 电脑与电脑之间的集群 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操作层面 操作系统层面来进行集群 两台操作系统之间啊 共同协作来处理请求 那么再深入一个层次呢 我们的应用服务器也可以互相之间做集群 它就是处于纯粹的软件层面的应用层面的集群了 跟硬件没有关系 硬件相对来说还是各自独立的一个硬件机器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种软件来保证软件相互之间的这个请求 那么当然这样的处理呢 它仅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应用服务器本身 对于操作系统层面和硬件层面来说 就是只要是这个电脑上的所有的操作相应的一些资源 都可以尽可能达到啊 共同来分担 共同来处理的这样一个目的 当然对于数据库来说 我们也有专门的数据库之间的集群 这种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之间的集群呢 他们相对来说更加有针对性 更能够为自己的数据库系统 或者应用服务器系统做专门的一个算法的优化 达到提高性能的目的 这是集群环境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像这种云平台 它有很大一部分原型 也是来源于啊 这个集群环境的 包括像我们集群需要 这个负责的负载均衡啊 就是大家共同分摊这个计算资源 和这个故障转移 当一台这个集群环境当中 一台电脑出问题了 另一台电脑可以直接接替它工作 继续啊 进行这个处理 让用户感觉不到有任何的中断 那么云计算平台同样也需要去达到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目的 那么当然云计算平台来说啊 顺便也说一下 它比传统的集群环境更大的一个优点呢 使它的伸缩性更好啊 这个声响资源可以更有效更合理的利用起来 当我的运算资源需要多的时候 我可以动态的去分配给这台服务器更多的资源 当闲置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资源拿给这个再挖掘出来 用于别的一些运算啊 这是云计算环境 最重要的一个亮点吧 和它的一个特色 那服务器后端呢 还包括数据库 那数据库呢 这个知识领域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一个领域了 而且其实对我们这个个体来说 其实每天我们做很多事情都跟数据库在打交道 只不过我们没有明显的感知而已 我们上班去公交系统刷个公交卡 上班啊 打个指纹考询 银行取个钱 或者说呢 手机充个纸等等啊 所有的这些信息呢 都会保存在数据库当中 便于我们查询啊 甚至修改 好 所以呢 数据库啊 构成了我们的整个网络环境的一个根本的基础 就是呢 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给保存起来 并且把它整理好 能够啊 提供一些具体的一个应用 数据库的知识呢 已经足够是啊 已经现在也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研究领域了 所以我们呢 今天就给大家简单的去介绍一下 我们常见的几种数据库 最传统的文献型数据库 虽然传统 但是现在仍然有它的用务之地 对吧 很多时候呢 这种纯粹的文件型的数据库 它其实 它的运算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因为我们可以完全的把它加载到内存当中来运行 当然它的可靠性会比较差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些原因呢 我们开发出来了一些关系型的数据库 它呢 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来帮助我们管理这些数据 这种可靠性呢 这种稳定性呢 就会更高 当然了 这种关系型数据库 目前来看 它的性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基于这样一个性能方面的问题 在结合以前文件型数据库我们的一些经验 我们呢 又开发了最新型的内存型数据库 所有的数据 我们有相应的数据管理系统 但是呢 我们也不单纯只保存硬盘上的文件 那么简单 我们呢 有通过数据库管理系统来管理我们内存里边的数据 因为内存的速度远远远高于这个硬盘 像我之前做了一个实验 我的这个电脑上的这个内存处理的速度 大约是我硬盘的80倍左右的样子 也说我在内存里边花一秒钟能够处理完成的事情 在硬盘里边我需要花80秒 这个对性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当然现在呢 我们的这个新型的这些内存 它的这个处理频率更高 速度呢更快 那么我们的硬盘呢 现在也有了固态硬盘 处理速度呢 也相应有了提升 但是这种提升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本质的区别 固态硬盘相对于传统硬盘的速度 可能也就是两三倍的提升而已 那么我们的内存呢 现在也在提升 所以呢 这种数量级的差弊 目前仍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那所以内存数据库 它有它一定的一个价值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非关系型的数据库 关系型的数据库 我们讲它要维护这些关系逻辑关系 它在性能上会有很大的损耗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又提出了一个叫no cycle 这种非关系型的一个数据库 也有很多产品都在实现 咱们可以多去再了解一下具体的东西 那么我们事实上 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在关系型数据库的学习和使用上 因为这门技术目前是最未成熟的 也是应用层面最广的 技术储备也是最全面的 好 那么第六个层面关于服务器端 叫SOA 叫面向服务的体系架构 它确切来说 并不是指一个专门的技术 而是一种规范 通过这个web service 来进行我们异构系统之间的相互通信 好 这个web service和SOA 大家可以再去做深入的一个了解 网上有很多这些资料 我那就不在课堂里边 专门再去介绍过多的这些细节方面 还有包括咱们的SaaS软件级服务 我们以平台的方式提供客户需要的一些软件 客户不需要去安装和部署软件本身 他只需要直接用 在我的平台上用就可以了 最后的话 还有包括像云计算和物理网大数据这一类 事实上它更多的还都是在我们的服务器端的一些处理 对客户端来说反而是变得简单了 行业里边有一句话 就是咱们的客户端要想让用户用起来越简单 那意味着咱们在服务器端就要做越大量的处理 好 这门课先到这儿 好